刘晓平56岁 药厂退休 工分2000元 离异跟儿子同住 刘晓平56岁 药厂退休 刘晓平56岁 药厂退休 刘晓平56岁 药厂退休 然后给你俩运到公园 就是因为刘阿姨也喜欢逛公园 然后刘叔叔也喜欢逛公园 刘阿姨离活20多年了 一直跟儿子儿媳一起住 这不把孙女伺候大了 才开始寻找自己的幸福 那家是你一个人居住吗 不是 我跟我儿子在一起 跟孩子在一起 自己没有做到 孩子多大呢 我儿子36 36 有孙女生没有呢 有 我孙女9岁了 那你这个过去在什么单位呢 我在我家老家是表演的 现在是东风县的 哦 东风县 知道了 我也是二人过来嘛 我也是二人过来 哦 东风县的 对 我在老家的药厂上的 哦 那退休多少年了 我退休六年了班 但是我们那工资比 你这个退休六年年头也不少了啊 居住正门 我就最动最动就是二生二生 这个我正对这个小区正门这个 那时候我买就买这个号 他离这个小区我们的广场 你看那里头那个都不离这个号 这是我这个中楼是最好的 这紧贴这广场这门口 那时候也贵啊 照别的楼 我买平方米贵一百块钱 这也是好 嗯 这说着落着啊就来到了刘大叔的家 刚一进屋啊 这刘大叔就热情的给刘阿姨 当起了向导 介绍起了自己的小屋 这个是我的厂 这个厅 那是这个 那屋是卧室 它有五十平的 屋没什么摆设 这太简单了 这个死一遍 有点小点 你说比如说 今天晚上在家住 说干啥晚上抱点脚 只顾那啥都个 把那儿说回来吃 你这屋这还不 刘阿姨觉得 刘大叔这房子啊有点小 不过啊 眼下的硬件条件啊就是这样 暂时也改不了 那咱就接着往下落吧 看看其他方面都感觉如何 就是说儿女要不同意找的 就是说你有多钱 第一个我不知道 有啥你 到最后他不同意 你都说儿女的关系都不好处 你说是不是 父母再婚子女知不支持这事啊 还真的困扰了很多 像刘大叔跟刘阿姨这样 需要找另一半的人 嗯 头起来我俩离婚的 他就是也是跟别的女人在一起 要我可以带着 让我堵了 就让我哪里 然后就是把孩子小嘛 回家老妈也劝 我又跟他回去 又过了三年四年 过了四年嘛 他这就是说旅交不干的就是 完了那个他跟那个女的吧 是我们家的邻居 就让李文黄的后 完了看孩子回去过 我心心这个家 我上班我肯定看不住 我就在单位长期请假了 请假我就给两家孩 他爸领到河北开饭店去 然后就雇个雇两个服务员 雇两个服务员 最相当的就是干嘛 然后去我就单位 我们单位买断了 买断供领了 让回来求钱 别人太得不了 我就回来求钱了 但是他俩肯定跟人家服务员 有些也有安眠国外去 要他不能我走半个多月 他就他俩就扯过了 咱踢两脚就不断 你看他还能去洗的 你看这是后霸 就是你被为这事俩的 要毙了就不好了 你说是为了好的 所以说就不敢找 现在还大了吧 孩子二来是二七八的 你说谁敢找 你这么大 就等说几个 得钱的 谁敢找嘛 所以说就 所以说就没找 那时候我还小的 想法是一样 谢谢大家